李世民越来越怀疑 当初不杀魏征是不是自己脑子进了水 他实在想不通 这个杠精为啥处处都和自己过不去 三天两头把他一个皇帝搞得下不来台 就在刚刚李世民召见群臣 说自己免了一家人的租庸调 他本以为自己做了件小善事 可没想到立马被打脸 李世民看向魏征 只见魏怼怼还是那副怼死人不偿命的死样子 李世民感觉像是吃了一只八二年的苍蝇 他把头转向一边 明显不想搭理魏征 可魏征穷追不舍 李世民押住心中的怒火 我他妈错了吗 我为啥要承认 我身为皇帝难道这点权力都没有吗 魏怼怼好像还不太过瘾 你是皇帝你牛逼 你想咋地就咋地 可解决一家的问题 只是杯水车薪临时救急 这种家庭一大批通过政令才能解决危机 照你这种小恩小惠 国父民强遥遥无期呀 在李世民看来 魏征不过是个爱出风头的家伙 没必要在他身上浪费时间 所以非常不耐烦地岔开了话题 行了行了行了 好了我们不谈这个事情 现在我心中最大的事 就是草原十八部 房玄龄正要搭话 却又被魏征抢卖 陛下 这百姓辛苦的事还没谈完呢 怎么又谈到草原十八部来了呢 被打断的房玄龄一脸不爽 李世民咬着牙根说道 草原十八部不除 怎么让百姓过安稳日子 谁料啊 魏征白眼一翻 然后就把问题前后对调了一下 又反弹给李世民 陛下难道不明白 主草原十八部靠的是什么 是百姓 是国力 你给我闭嘴 我现在不谈国力 让我闭嘴 那还要我干什么用 不如直接把我给杀了 少费朝廷一份钱粮 李老板坐不住了 我不要面子的吗 然后他满腔怒火走出大殿 开个会 老板能被员工气跑 刷新怼皇帝记录的魏征 还是那副很屌的样子 店外 火帽三丈的李世民 直接冲进了长孙皇后的房间 只见他来回夺步 喘着粗气 谁也不搭理 这次他起了杀心 他抓起一把剑 朝桌子上狠狠地砍去 嘴里还念念有词 说一定要把魏征这货给宰了 可没过多久啊 他身体里的另一个小人 又占领了智商高地 我不能杀他 我不能杀他 我杀了他 他就千古留名了 我成了千古罪人 我不能杀他 对不对 我不能杀他 大殿里 杜如慧和方先龄也急了 我们这些做臣子的本分 是劝导陛下 而不是去触怒陛下 你看 我们怎么办 关键时刻呀 长孙皇后 李世民长舒一口气 其实长孙皇后这招 和他婆婆斗士 当年劝李渊 有异曲同工的地方 有一回啊 隋杨帝嘲笑李渊 满脸皱纹像个老太太 就当着很多人的面 叫他阿婆 李渊心里不爽 但也不好说什么 回到家呢 李渊把这事告诉夫人斗士 斗士不但没有和李渊一起不高兴 反而恭喜李渊 说这是好事啊 你是唐国公 阿婆是老妈妈 是主人 隋杨帝的意思不就是称赞你为唐主吗 听了这话 李渊高兴的咯咯叫 不过我相信啊 哪怕长孙皇后什么也不做 企图上的李世民也不会杀魏征 因为李老板和其他皇帝不一样 他身体里边有一种天然的纳贱动力 这种动力呢 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首先是他得位不正 需要迫切的证明自己 而智力天下离不开众人的智慧 所以啊 广泛纳贱就非常有必要 第二个方面啊 是吸取隋朝的教训 李世民和他的小弟们 都是隋朝灭亡的见证人 隋杨帝户短俱见 是大家的共识 所以在日常的工作里 自然要多注意 这第三个方面呢 是和李世民军人的出身有关 因为打仗的时候 为了精准谋划 往往要倾听各种不同的建议 这种习惯啊 已经刻到了李世民的基因里面 所以魏征活在唐朝 是他的幸运 但凡遇到像朱元璋这样的主 不客气的说 他连片头都活不过 气消的差不多了 李世民又回到两一殿 并主动向魏怼怼道歉 由于魏征在之前削藩的过程中 受了工伤 再加上今天冒死禁剑 李世民啊 打算送魏征一份大礼 可谁都没想到 这份大礼竟然差点闹出人命 证捭 石 石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